人權這種東西是普世的價值 那兩人權公約呢 就是整個世界裡面最重要的人權的公約 這個兒童權利公約呢 有所謂的四項一般性原則 第二條叫做不歧視 也就是在我們國家的管轄範圍內 不分你的年齡、宗教、父母親的背景、國籍 你只要是在我們國家的這些兒童 你都一律享有兒童權利公約裡面講的權利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文 兒童最佳利益 它就告訴你說 我們國家的公部門、私部門 你要做任何的行為、作為、任何的決策 在考慮這個決策怎麼做成的時候 你一定要以兒童最佳利益 來作為你決策的考量方向 再來就是第六條 就是我們講的這種生命權、生存權跟發展權 你要盡可能讓兒童保有他的生命 那接下來他可以存活一段時間 然後最後他可以持續的發展 第四個一般性原則就是我們講的傾聽權 或者是尊重兒童意見的權利 一般媒體通常都把它稱為表意權 它的重點就是說 只要任何事物是跟兒童有關的 那你在做任何評估的時候 你一定要讓兒童表達他的意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關雲露 我是許珮琪 我今天要來臨選的是嘉義縣兒少代表 兒少表意權就是保障兒少都有他可以發言的權利 就是因為以前都是 大家都說小孩子有虛無嘴 我覺得最近這幾年有在進步 就是想要讓我們講出我們的意見 我們就是會在兒委會的時間 把我們一些收集到的聲音 或者是我們想要提出來的議題 上成給我們的長官 社會局局長會來 有時候一些長官官員會來 那個時候我們也是可以跟他交流這樣子 你要期待他18歲滿的時候 就突然間他是一個很好的公民 那是很困難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本來就要一步一步去教導他們 然後引導他們 然後讓他開始知道說 欸 我想有這些權利 那我不會被別人侵害我這些權利 那政府也不會剝奪我這些權利 那同樣的我也不能去侵害別人的這些權利 因為法律是我們就是 對於兒少保障的最低的底線 所以我們應該用法律 進階到對於每個人都會知道說 如何對於兒少做出最佳利益的保障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 wraz真面肯定上的 新極印象 又在這麼早日 是最肯定的 ành安 甚副定にな